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上午在R0這邊的主持人 我叫Justin 大家好 作為一個主持人其實不應該站到這邊來 不過因為總召說 先總召說 這是一個總召串招的概念 所以我就來了 那對於我們今天的講者 第一位講者叫做趙伯強先生 又簡稱Bubber罩 他也是前任總召 好 那我想介紹到這邊 你到底好了沒 好 謝謝 因為我這樣就不用講三隻娃娃魚的笑話了 好 那我們來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伯強 謝謝 好 各位好 由於要總召串燒啊 然後剛剛已經那個 在影片裡面有我們第一任總召是Night 然後再來還有Justin 小畢我 就是幾乎所有總召都來了 但只有一個人遠在美國 那他雖然也有參加這次的工作人員 不過很可惜沒有辦法來參加 那我們掌聲歡迎一下Pin好不好 Pin可以跟大家say個Hello吧 哈囉 哈囉 OK 為了不耽誤我的演講時間 好 那Pin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們有37%新的人 好 大家好 我是Pin 那我自從2008開始當中召 我想因為台灣的習慣 那齁啊 出國哪比賽啊 哪不到賀店齁 民生 是順利成功 那也謝謝那個國強 在我之後接了三年做得非常成功 那 就祝大家順利 好,謝謝,那拼了我就先掛掉了 就我先掛掉了 掰掰 好,這真是一個殘酷的考驗 叫一個Google工程師來這邊秀給大家看Google Hangout的品質到底怎麼樣 不是啦,是會場網路目前才剛剛開始還在熱身啦 其實主要是因為還在熱身的關係 好,各位好,我是柏強 那很高興在這邊其實是連續第二年 大家其實是連續,其實加起來是四年 在一開場的時候都有機會在上海跟大家可以聊聊天這樣子 那我的名字,今天有37%新的朋友 那也有很多舊的朋友,反正我也不是個咖嘛 所以也可能不認識我,那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柏強,那通常這邊的社群成員都叫我Bob 那最近Bob都蠻紅的,所以我頭像也換成了這個東西 那過去三年我是擔任總召的職位 那我自己比較不太稱我為總召 我相信工作人員也知道,就是我比較常稱我為劍拔 就是反正什麼東西都是我講的,然後都是我叫他們做的 那所以所有的過錯都在我身上 那我自己的context可以多跟大家說明一下 來講一下說為什麼我今天會講這個題目 那首先我在某一些單位服務 我曾經在Mozilla這個社群 Mozilla這個社群我從2002年開始一路做到現在都參與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我退伍以後的第一份工作,其實就在中研院 在創用CC計畫,就在做跟license相關的東西 那後來到現在雖然離職了,那不過我多多少都還在碰相關的事情 那今年的10月也會去參加全球會這樣子 那另外有兩個東西是跟協會和基金會有關 我現在在開放文化基金會服務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是有很多open source相關的朋友夥伴們 那一起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服務其他的社群 其實跟CoastCup本身的意義很像 CoastCup本身的意義也是在於 它是一個由各個社群集合在一起服務各個社群 然後來集合各個社群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那另外呢,我也在剛剛有露臉的兩位 是那個Wikipedia的Rek還有上官 那我也在那個維基那邊來試著說看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跟CoastCup結緣算蠻久的 雖然我不是從第一屆都參加 那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也有帶了一大群人進來 那如果你不認識中間哪一個是我的話,我在這裡 為什麼要特別highlight起來呢? 因為我們來看看下一張,這是2010年的我 可以明顯看到寬度增加120% 好,那我在CoastCup裡面,我說結緣算蠻久了嘛 那從2006年CoastCup第一屆開始的時候 我就不幸的沒有參與到,因為我那個時候在當兵 那2007年的時候有幸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關於MozTup這個社群的事情 那也幫忙邀請了Mozilla的獎者 那2008開始以後就正式進來做工作人員 然後就後來也有做一些組的組長 那在2012年到2014年,也就是去年之前加起來三年 是擔任總召的職位,就是總建拔 那所以我想說,或許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辦一個CoastCup到底是怎麼樣做的 那剛好也是十週年啦 其實講十週年是一個藉口 因為過去都一直想說 這個open source的組織怎麼grouping起來 然後怎麼一起做某一件事情 或許是有值得告訴一些人的 那只是之前都當總召嘛 就想說不要太就是 萬一說臨時發生什麼事情要找我的話 那結果我在台上講話好像有點危險 那所以都沒有報,那所以今年報了 不過呢,這一次的演講 本來的意圖 本來的意圖是給更小一點的grouping 就是當初投的時候啊 因為過去的CoastCup是沒有直接投稿以後 就變成keynote的例子 那今年的市場keynote 那其他三場是個人投稿 那所以對我來講 我本來想像的東西是說 好,OK,我們或許可以有 大概一百個人最多最多 那我希望是更小的地方 然後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欸,CoastCup這個群體到底是怎麼來的 然後它是怎麼組織的 怎麼做事的 因為在場或許也很多人是 在做社群相關的事務 我相信各位可能也對這個東西 有一點心得 會有一點想法 那想說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那最後面甚至可以來 進行一個用便利貼貼滿白板的動作 然後在上面寫上說 你到底希望有什麼樣的CoastCup 然後我們可以來一起把CoastCup 怎麼樣改變 不過呢,在一層錶出來之後 由於我沒有參與一層編排 所以一層錶出來以後 著實讓我嚇一大跳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HUGE UPGRADE 結果不小心變成了第一場的Keynote 那真的是讓我非常驚訝 其實藝人都驚呆了 超厚回頭給CoastCup 那...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說實在也是 一方面也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 你不講別的 你就光講好的地方 以往要投鑽石贊助商 才有辦法拿到Keynote的位置 今年小弟我不花一毛錢 偷稿就拿到了 感覺好像非常的賺 一個人賺幾十萬這樣 也沒有那麼多啦 那...那個... 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就想說 我是第一場 或許這... 是...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作為一個 十週年的一個介紹 說 CoastCup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在想說 好,那... 這個演講 已經不能只是在一個小場的概念來講了 小場我可能還可以帶workshop 那試問現在現場有兩千人的話 我要怎麼樣帶workshop 好像有點困難 那... 而且我又查一下 今年... 我剛剛也有講到說 今年有37%的人 是... 第一次參加CoastCup 那我還想要確定一件事情 來... 各位現場 在我所看得到的範圍之內 你第一次參加CoastCup 舉手一下好不好 第一次 喔...顯然比較多耶 好...謝謝放下 比賽的氣派多 非常非常多 那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新來的人比較早報到 對...代表新來的人比較早報到 看來各位在參加過幾年之後都會開始怠惰這樣子 好...那... 或許各位第一年參加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說 你可能到今年才第一次知道 原來有CoastCup這回事 我為什麼以前媽媽都沒告訴我說有CoastCup 這樣... 那...也有可能說 你去年每一年都有試著搶票 但終於今年搶到了 所以你第一次參加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可以為這37%的人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CoastCup 那CoastCup 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是 Conference for Open Source Colders, Users and Promoters 那它是...我們的想法是說 這三種角色是 Open Source相關群體的 三個很重要的資助 你想嘛 每個人都是User 這是肯定的 如果你是在Open Source社群裡面 你不太可能說 你網完全全沒有用到 Open Source軟體 而且 外加 如果你對Open Source 有一點了解 你應該知道 現在每一個人 都一定用得到 Open Source軟體 包括你現在在連的Wi-Fi 包括你手上的手機 包括你的電腦 都有可能裡面都用 那...或者你的瀏覽器 在這邊隨意調查一下 你用的是... 你用的不是... 不是... OPRA跟IE 跟Firefast 跟Google Chrome的 請舉手一下 用的不是這四種的 你是用什麼 其他什麼 自己寫的 哎唷喂啊 你不小心 吊乾一拋出就遇到高手 好可怕 自己寫的 那你有Open Source嗎 WebKey嗎 是WebKey 所以也是好 跟Open Source有關的 那在場沒有其他人嘛 對不對 所以那這樣子 我問一個問題 你用的是IE的舉手 不要笑不要笑 IE新的版本還不錯 IE或Edge的 IE或Edge 我認真的看了 目前沒有看到 如果你真的是的話 你就手揮一下這樣 好 OK沒有 那我可以說 在場的各位都用過 Open Source軟體 因為你至少一定都用過瀏覽器 那所有的瀏覽器 至少你用的東西裡面 應該都是跟Open Source有關係 它要不WebKey 要不Blink 要不FileFast 就是Gate Code 對所以都一定都用 那一定都是User 那一定也有寫程式的人 他是Coder 那有一些 比如說像我一樣 我是比較弱的Coder 比較強的User 我們稱之為Power User 那這種人就會想說 就是 如果像我一樣 得了一種 不分享就會死的病的話 就會覺得說 我用了一個軟體很好 我就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樣 或我用了一個什麼東西很好 我就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 這種人可能就是Promoter 所以我們覺得說 Open Source裡面 這三種人非常非常重要 那所以 要怎麼樣讓這三種人聚在一起呢 那我們就要辦一個大拜拜 要引所有的人過來這邊 那為什麼要引大家來這邊 大拜拜這個字有 我覺得有兩種方向的意思 一種方向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希望熱鬧 希望澎湃 然後希望所有的人來 然後以後 在這邊以後可以 為某一件事情 就是歡聲雷動這樣子 那第二種是比較 你要說他錯也不是錯 然後說他不對也不是不對的意思 所以大拜拜裡面的每一個東西 大概都沾一點沾一點沾一點 因為他希望每個人來嘛 所以為了要盡可能的提供 大家有興趣的人 都有辦法 他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所以他會過來 所以他大概每個東西都沾一點而已這樣子 那無論如何 Cost Club是一個大拜拜 這個從第一屆到現在 都是這樣子 那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是一個 我們可以互相遇見的地方 這邊有至少37%的新朋友 所以來過的人 你或許就沒有見過那37%的新朋友 你或許等一下就可以舉手起來一下 那或許就可以找到你的下一個事業夥伴 或者找到你下一個合作的對象這樣子 那這裡也是一個 我們分享跟互相學習的地方 這裡也是一個 很多很多人 選擇在這邊 announce新東西的地方 比如說像 我們今年的一位主持人 齋本喬先生 他曾經在這邊 在Cost Club announce過新的service 他的公司新的service 那也有 今年也有參加 那個香港的 tiny boy的夥伴 在這邊announce新的3D printer的設計 也有 今天也有在現場的 PC man 在這邊announce 新的作業系統 的桌面環境 也有 今天我不知道在不在現場的 Fred 在這邊announce 他人生的新階段 就是退學了 在國際舞台上面發表 退學宣言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那這邊這麼神奇 我相信各位也不會反對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剛剛大家也有歡笑 也有掌聲 你大概不會反對 這邊是一個 大家可以取得歡笑的地方 where we have fun 我找過Cost Club 很多很多照片 一大堆都是這種笑臉 一方面是因為 攝影師覺得笑臉 拍起來比較好看 二方面是因為說 就真的很好笑 就是很多很多 都是很有趣 他就是可以讓你 不斷投入熱情的地方 那Cost Club 是這樣子一個Cost Club 那我們現在到底 做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 我覺得我可以分三個層面 跟大家描述一下 第一個是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第二個是 我們到底怎麼樣 做這件事情的 第三個是 我們現在遇到 怎麼樣的問題 以及如果我們 已經有解決方案 或者我們正在 試驗某個解決方案 我也就在這邊 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參與者到今年 已經突破1800 10到預估是1800 那大概 報名人數是2000多這樣子 那從一開始半 200多個人一直到現在 增長了差不多十倍這樣子 有點可怕 那不過另外一個 也有點可怕的事情是呢 我們從 開放到 就是開放報名到售完的時間 隨著一年一年過去 本來要幾天才賣得完 不是賣啦 因為都是送的嘛 幾天才拿得完 到幾個小時拿得完 到幾分鐘拿得完 到後面已經是不到一分鐘就會拿完了 所以在場的各位 你其實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嗎 從金子賽跑之外 這是搞不好是你第二個 明列前茅的活動 你知道嗎 對 那另外一個也大幅提升的東西 是工作人員的人數 從一開始的可能只有十幾個人 到今年已經有200多個人 是工作人員了 光工作人員數目 就超過第一屆的PHP Conference 第一屆的PHP Conference 是110人 因為我有參與半 就有點可怕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呢 一直以來都是散落在台灣的各地 那我有做了一個大概的檢視 這一個圖啊 在很久以前 大概2009年 還是2008年 我忘了 PIN 就是剛剛在鏡頭前面 跟大家打聲招呼的 他也有做過一次統計 然後也畫過一次這樣的圖 那個時候 絕大部分的人都還在台北 那現在我們大概有50% 還是在大台北範圍內 但是在其他的縣市 也慢慢的再多起來 那為什麼Cost Club 要提供住宿跟車資補助 給工作人員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 因為我們是一個大拜拜 我們也希望參與的 跟班的人 是從各地都過來 那除了台灣各地之外 其實Cost Club 現在也不只是台灣的Cost Club 因為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地方 有人在協助我們 今年的 呃 包括有 從Mountain View來的 Mountain View來幫忙 就是剛剛的PIN 他有幫忙省今年的議程 那也有遠在 呃 應該是荷蘭吧 就是 那個今年的講者之一 就是那個 那個 古嘎 也是從那個 遙遠的歐洲過來 然後他也今年有參加 那另外在中國大陸的 北京 上海 然後跟 香港 然後台灣 都有人在參與 今年也有日本的人 主動投稿 來參與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 台灣而已的Cost Club 那在 男女比方面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重要的議題 男女比今年的 比例是 男生8.5 比女生1 比Argus 0.5 我覺得這邊有兩個數字 是我 覺得值得跟大家 聊一聊的 第一個是 呃 十分之一強的 女性比例 其實在 各個演講會裡面 算還不錯 就是科技演講會裡面還不錯 這不是我們最終目標 因為我們希望是 盡量的平衡 那這平衡 關係到整個產業都要一起平衡 所以 就 我自己 然後我所參與的社群 Cost Club 都努力的跟女性的相關社群合作 那我們覺得說 重點是 如果假設外面的世界的 男女比例是大概5比5 那這邊的比例就不應該差這麼多 這樣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們是 蠻自力在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 我們從很久以前 就把Others這件事情 放上 性別的選項 我覺得這 其中代表什麼 不言自喻 那 就是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尊重的地方 因為 Others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多元的 文化的集結處 那 Cost Club到底是怎麼完成的呢 我們大概籌備 其實以現在來講 大概要約10個月 事實上可能更久一點 因為你可能 比如說今年就已經在想 明年要幹嘛 對那 呃 像比如說在某一年去TICC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年多以前 就要開始想 說我們要去那邊 那我們要 我們要什麼東西ready的 我們才去 那大概的流程是說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 年底的時候 我們的所有TICC要籌備 要完備起來 主要是組長 組長 那差不多1月到6月的時候 要開始implement 要開始寫中間的程式 那到8月的時候會release嘛 那到9月10月的時候 大概還有maintain的工作 就是比如說要釋出一些東西 要跟贊助商 有後續的聯繫這樣 那我們的組織呢 基本上 在今年來講 是分成9組 今年分成9組 但是 就我來講 我覺得分9組 跟你們一點點講說 各組是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太大意思 那 我把它出分成說 四個層面 一個是跟議程相關的 比如說像議程委員會 然後比如說像 場務組 跟這邊其實也會相關 因為他要負責弄這邊的場地 那跟會眾服務相關的 包括會眾組 就是 各位會收到 新年通知信 然後各位回去以後 也會收到問卷 然後各位會有報名什麼的 然後會要回你的客服信 晚上半夜3點的時候 會有人回你的客服信 那就是attended service 那也有包括說推廣 那另外還有staff service 那比如說像行政組 就是做 因為現在人已經很多 200個人 應該是 如果你是公司的話 一個HR部門應該都不只一個人了 所以 我們現在有那個 專門幫組內這邊做服務的 一群人這樣 那另外還有跟財務相關的組別 那每一年每一年會依據狀況不同 所以會有些許的調整 這個東西我在去年底的時候 已經有寫過一份文件 各位可以上網搜尋 是Costcap的分組 那我有把過去到現在 我有參與的每一屆 它是怎麼分組的 那它分組的時候 概念是什麼東西 都有寫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或許你可以上去看 那為什麼我會要分這些組呢 因為如果他們 通通集在一起叫總召組的話 那個溝通訊息會有點恐怖啦 那就算是我們已經分成十組了 各位可以看到溝通訊息非常恐怖 我在2013年的時候試圖把每一組之間 是怎麼溝通的 跟要傳遞什麼訊息 畫成一張表 那終於在畫到一半的時候 本人就崩潰了 因為就實在是太困難了 太難畫了 所以就只畫了一部分 那就是Part 其中一部分 那我們在做溝通的時候 由於現在是一個跨全球 甚至是時區的工作人員團隊 對,所以它要出分為 同步的跟非同步的兩種溝通模式 那第一種 我們可能都在台北的 或者都在高雄的 可能會約見面 那今年的約見面算方便很多啦 因為今年有固定的場地 就是小弟所屬的那個摩茲亞社群 有摩茲公寮 在官網商場附近 那還有跟線路組的場地是在一起的 所以因為有這個一個 支持Open Source的場地 所以其實現在約開會非常非常方便 就先講好然後人就過去就對了 那另外在線上的meeting 我們也蠻常用 比如說像Google Hangout 這一類的工具 那另外還有Group IAM 我們目前今年用的是Slack 那當然很容易的 就撞到它免費的那個門檻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來代替XDite 來問一句話 就是如果各位有參加2009年的Cost Cup XDite曾經在隔壁間問過Pin Pin那個時候是總召 然後它在上面講一個就是寫註冊系統的問題 那最後XDite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付錢 那我們為什麼不付錢呢 因為Slack有點付不起 就是我們的團隊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負擔這個東西 所以各位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正在進行一個 寫一個類似Slack的平台 那你應該知道明年要贊助誰了吧 那當然我們也不會放棄電話 電話也是會打 那如果是非同步的話 我們在同步完之後 會盡量的維持一個習慣 就是把東西同步到 把東西寫到issue tracker 或者任何實體的 會靜止不動的文件上面 因為大家聊天的東西很快就過去了 所以尤其是在分散的團隊這個更重要 如果各位有在做remote的工作 就是你的團隊本身不是在同一個地點的 那你應該很有感觸 就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還有mailing list 我們也有開 那一直以來都有 那這也是Coast Club一個蠻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開跟public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加 在座各位都可以參加的籌備群組 那跟我們自己內部籌備群組 那內部籌備群組 當然是給一些就是可能不是很方便跟對外講 因為可能不只是影響到我們也影響到別人的 那或者是說單純只是問說 我們工作人員T恤要穿幾號 這個就不會說把它丟到public群組 不過在public群組那邊 確實也有很多人幫我們 比如說像今年有一個 應該在今天的最後有一個橋段 在這邊就先不破根 就是在public群組上面有參與的會眾 提出來說 誒 Coast Club10周年是不是應該有些什麼東西 然後才發起一個討論 那工作人員一起下去參與 然後討論說好 那我們今年要有一個某個東西 在今天的最後會發生 所以這個群組其實也蠻歡迎各位參加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在文件上面的溝通 那我們用了很多工具 比如說像Gitbook 然後Google Drive 然後Hackpad 那你看到這些工具 其實它還是感覺起來好像還是蠻geek的 如果你是一個開發者 你會覺得說這些東西我都很熟 因為跟我好像很像 但是Coast Club裡面有非常多的成員 是一般的使用者 甚至它也不是資訊相關科系 本身也不寫任何程式 它單純就是 因為這邊有便當 所以來這邊吃的 不是啦 不是因為這樣子 單純就是被朋友拖過來 或者說他覺得說 Open Source的東西感覺很酷 或者說Open的東西感覺就是很應該支持 所以他就過來 那我們也是努力的要讓這個相關的工具 可以引入到大家的生活裡面去 如果你是一個Developer 你應該會告訴我說 我覺得上面這些東西也沒那麼技術 沒錯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Developer 你可以會告訴我說 這些東西我什麼都沒看過 他們都好難 也沒錯 那這個就是一個要調整的Gap這樣 那講到這邊我想要講幾個秘訣 那幾個秘訣可能不是 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第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秘訣就是 如果你演講超過15分鐘 一定要放一張貓的照片 所以這是給各位的貓 第二個是 如果你有Grouper IM的話 我覺得用 就是放幾隻BOT 是蠻不錯的事情 就是放幾隻BOT 我自己本身是不太會寫 但是 現在有很多像IFTTT 這種東西可以用 所以像今年的Slack上面 我們就有 比如說Calendar 就是工作形勢力的提醒 說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幹嘛 那也有 新的克服信需求 寄過來的時候會自動到上面去喊說 有人寄克服信來了 某某某快點去回 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 新的issue tracking 就是追殺 追殺用的東西 某某某開了某張票給某某某 要記得寄第四期的電子報喔 然後各位就收到第四期的電子報 就這麼神奇 那另外還有online的media scan 這個東西其實蠻方便的 那我把它開在另外一個channel裡面 那如果 有興趣的人 反正就會去看 然後就會看到說 有人對Cost Club有什麼疑問 那就可以立刻上去回應 也不一定要專職的人去回應嘛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呢 除了這兩點秘訣之外呢 Cost Club裡面現在其實 有一個現象就是 它有很多的subgroup存在 就是一個cross event 比如說像 廠物組 你現在在台灣的很多很多研討會裡面 看到的廠物組幾乎都是哪一群人 你現在在很多很多台灣研討會裡面 看到的線路組 就是做網路啊 做無線電啊 做電力的 也幾乎都是一群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因為你想嘛 就是公司就是有點像專業化的感覺 你如果公司裡面的行銷部門很專業化的話 它有可能就會跳樓去別的公司的行銷部門嘛 那也有可能過了兩天又再跳回來嘛 我又跳出去了 我又跳進來了 打我笨蛋 那這種通告之下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 尤其說Cost Club跟台灣很多很多研討會 都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 所以我們會把文件等等的東西 開放在外面 讓大家可以看 那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也是我自己覺得蠻機賞的現象 就是Cost Club作為一個conference 它其實管理的模式跟成長的模式 非常非常像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project 它也會有branch 它也會開分支出去 有人覺得說Cost Club裡面 現在我們每一年都去參加Cost Club 那就既然我們的語言今年已經夠多了 那不然我們自己開分支出去 開一個新的conference吧 然後就一群人就過去了這樣子 那它也有可能會合併回來 比如說像Cost Club有很多工作人員 都參與了Gilie Mees Summit 那今年的Cost Club裡面也很多 Gilie Mees Summit 那個時候發想新的東西再commit回來 所以它就是很像一個很大的open source發掘 那它的管理模式也非常非常地相近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很大的優點 那它當然同時也造成一些問題了 那由於時間已經快到了 所以我要加速一下 那第一個問題是要取得一張票實在太困難了 那這是在三年以前就開始 四年以前就開始發生的事情 有一個前輩跟我講說 我問他今年 為什麼今天沒有在Cost Club看到你 他說因為我搶不到票 這樣有點尷尬 因為那個前輩也是一直在貢獻open source 那結果他搶不到票他就不能來 這樣怪怪的吧 因為Cost Club不是一個應該 讓open source的相關人都來聚集的地方嗎 好那所以我們有兩個solution 第一個solution就是你人要變多 因為如果假設是前輩不能來 新人一直要參加 那人要變多 那第二個才是我自己覺得根本的解法 就是VIP的制度 就是今年有open source VIP 試用這個票總進來舉手一下好不好 試用這個票總 open source VIP 各位可以左右看一下 這些人就是有在開發open source相關的東西 就是可以給他聊聊天 謝謝 那open source VIP是說 如果你在過去的一年 你沒有參與open source相關的project 你就提出你的證明 然後我們看過以後覺得 OK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發VIP給你 你就可以免搶票 那從第一年的30個人 30個人申請 到今年已經有308個人申請了 整整成長了 就是變成1000倍 有點可怕 那所以 今年甚至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有人告訴我說 欸我覺得Cost Club的今年票沒有那麼難搶 就很多都已經發給別人了 當然你就不難搶了 因為你知道就是會寫機器人 都是那些geek吧 對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算是一個我們要做到平衡的東西 就是 Cost Club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免費的 各位 你不需要花一毛錢 就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如果你搶到票的話當然 那 但是 你辦一個conference當然是需要一些資源 像 我Cost Club每年都有公開他的財報 所以 前年是花大概300出頭 那去年應該是200近300那附近 今年我想大概也會在300左右 因為變大就沒辦法這麼多 就是很久以前在第一屆的時候 會損別的研討會叫百萬級研討會 現在不知不覺之間 我們已經沒有三個百萬級研討會了 有點可怕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只能多 從一些地方去做 比如說像 我們感謝sponsors 感謝大大私我糧食 那第二個 也要感謝個人贊助 從大前年開始有的個人贊助計畫 那跟今年的賽前香 今年的香油錢制度 都幫我們多多燒到補了一些洞 這樣子 那非常感謝各位 那今年還有一個 從以前有 那終於又回來的是拍賣 在今天的 傍晚的時候 在這裡 會有拍賣活動 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努力的參加 今天會有 還有蠻多有趣的東西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台灣有一點多 就是從前年 甚至到每一個月 都有一個技術conference 結果大家都分散去拆開 到各個地方去了 那它有一個最直接的 對我們的影響 是說 因為CostCup是免費的 好像在這一群conference裡面 也只有CostCup是免費的 所以說 我們的經濟壓力有一點大 因為大家會分著去 找不同的贊助 那你知道贊助上也是 就是資源也是有限嘛 那所以對CostCup來講 現在的幾個方向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要給贊助上更好的服務 那第二個是我們希望去找更多的partner 更多產業的partner 一起來加入我們一起合作 那open本來就是多面向的 所以今年的主題是open文化 開放文化 它本來就是多面向的 不只是在寫程式的部分上面 雖然在座各位還是寫程式很居多 但是現在我們應該是在擴展出去 那另外還有一個算是定位的問題 那CostCup本來的想法是說 我們是由一群社群集結而成所辦的conference 那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它慢慢的自己也形成一個社群了 那它自己所形成的社群 多多少少會排擠到其他社群的工作時間 比如說像我是屬於摩茲亞社群的 那自從在CostCup認總召之後 我的一大部分行李都放在CostCup 那大家也要提亮我一下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日常的工作要做 所以日常工作也是有點辛苦 所以你把一部分時間放在CostCup以後 就變成比較少時間放在原本社群了 那這個東西我們還在想辦法抓平衡 那希望各個社群的大大 如果發現你的社群成員裡面有人 就是自從參加CostCup以後 就再也不理你了 那就算是我們的錯 但是就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們想要造成的 我們也在想辦法 那另外一個是 志工所形成的集體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可能會有人中理 就是無聲中理這樣子 那它所造成的幾個問題是說 有可能會有一些沒有完成的工作 那第二個是說 你中業也要對其他的 認真撐下來的工作人員公平一點嘛 所以你不能說就是福利 那中理的人也是都有這樣怪怪的 那經常會有 大家會在CostCup的前面爆炸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說現在的方案其實都 至少我自己參與的方案 都會努力的設計所有彈性一點 那後面會畫死線說 如果某個人 在某時某刻之前 沒有完成他的工作的話 我可能會先聘他幾次 然後問他幾次 然後就會把他的工作交給別人這樣子 所以這是要努力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style 那這邊是 如果你再參與一個 open source相關的東西 你應該會遇到 那我們就盡量的保持說就是善意推斷 那大家基本是善意 然後不會是針對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盡量啦 人多少時候都有情緒跟個性嘛 那盡量維持這個東西 那至少以我來講 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就是說 維持一個說 好我有可能是錯的 那所以我們認真來討論事情 那不是把事情歸咎在人 所以不是說發生什麼事情都怪罪在人身上這樣 好那講了這麼多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OK柏翔今天分享一些tips 那剛好我們社群最近人也不少了 所以我們自己也來fork一個吧 你可能也會這麼想 那不過這邊要奉勸你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能要再想一想 為什麼呢 因為他花的力氣跟金錢 比你想像 比你現在可以想像的一定多 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有點可怕的狀態 那第二個是說 志工相關的社群 如果你沒有引領過一群志工 參與某個東西的話 他跟壽星階級 員工是差別非常非常大的 最明顯差別就是他一天沒有八小時 而且一個禮拜搞不好都沒有一小時 這是不一定的 那所以說 如果假設你要fork一個的話 我自己是奉勸說 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是fork一個 可能是把cost cover變成你自己的 那要怎麼做呢 投稿嘛 來參與嘛 如果你覺得 有什麼東西是 cost cover如果有什麼東西更好 那 加入國軍 台創人先生 無限可能 我覺得open source發覺都是這樣 你先想說就是 那如果他有什麼東西更好 所以我先summit page 如果他不聽我再來fork 沒有差那一點時間 所以 在這邊是 我的 講題 那我時間已經到了 那如果說各位 對於 要自己建立一個cost cover 或者要參與cost cover 有什麼想法的話 那就歡迎到cost cover的mailing list 上面跟大家討論 那其實你也可以在cost cover的hack page上面 看到很多今年籌辦的文件 如果如果你真的那麼想不開 想要自己去辦一個 那上面已經有很多東西可以用了 好 謝謝各位 我關了 好 謝謝國強 我關了 好 謝謝國強